- 大家好 我是Erin 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是大家每天都在問的問題 吃膩了碗裡面的 卻又無法嘗試味汁的料理 嚼勁的腦汁卻又做出老樣子嗎 沒關係 我已經把大家準備好了 教大家輕鬆準備簡單的 美味晚餐 我們今天第一道要做的料理是 舒肥肌肉火腿 將用這一台Panasonic 64眼微波爐來做示範 你聽過微波爐能夠做舒肥料理嗎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吧 首先我們將先去除 雞胸肉多餘的脂肪和血管 接著將雞胸肉攤開 使厚度相同 讓雞肉更容易入味捲起 切成兩等份 必須在雞胸肉兩面完全撒上砂糖 塗抹鹽巴 接著將調味的雞肉放入密封袋 並且將袋中氣體排出 確認氣體排出後將密封袋封口 接下來趁著雞肉火腿入味的時間 我們來準備下一道菜 翡翠海鮮羹 這台64眼的微波爐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所有食譜中的菜色都可以做製化 翡翠海鮮羹和鹹脂菜都是屬於勾芡類的料理 而且都以葉菜為主要食材 因此可以利用食材相似性去做菜色的製化 做出美味的海鮮羹 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將食材備料 蝦子去腸泥後 蟹肉棒切小塊 嫩豆腐切細長條狀 接著將除了蛤蜊以外的海鮮料 加入適量米酒及姜泥去腥 最後加入一大匙的太白粉拌勻 進入常用頁面 點選各種加熱烹調 喜好溫度後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好的料理 去設定不同的溫度 那在這裡我們先調整成80度 按下開始之後 等待加熱至80度就可以囉 微波完成後將食材放入 並包上耐熱保鮮膜 再次放入微波爐加熱 接著我們就依照食譜上的步驟 選擇菜單頁面 輸入編號134 火力選擇標準 按下開始就好了 剛剛我們跟大家說 可以從食譜中 直接輸入食譜的編號 其實您也可以點選常用頁面 點選我的最愛 登錄後選擇由最近使用的食譜 將食譜菜加入 之後肉是有需要 就可以直接從我的最愛裡面找到囉 我們將剛剛冷藏的雞胸肉拿出來 準備接下來的步驟 將雞胸肉放入我們事先準備的碗 用水沖洗去除鹽分後 記得將雞肉上頭的水分吸乾 橫向拉開保鮮膜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在保鮮膜上調味 然後我們將雞肉放在靠近自己的一側 並往前捲起 切記不要混入空氣 形成直徑約3至3.5公分的磅狀 成型之後 我們將兩側保鮮膜打結 並將多餘的部分切掉 切記不要混入空氣喔 雞肉火腿成型之後 就可以準備把它放進微波爐 不過在這之前 請記得將微波爐下方的水槽加滿水 我們在擺放雞肉的時候 配合烤盤的紋路 平行斜排在烤盤上 選擇手動燕麵 蒸氣 設定溫度為80度 記得舒肥料理是低溫蒸氣料理 不可以設定過高的溫度 時間選擇25至30分鐘即可 完成後大家可以用竹籤刺入雞肉中 若是流出透明肉汁就打工完成了 今天我們做了兩道複雜的料理 舒肥料理一般大家都會認為低溫蒸煮很麻煩 但有了這台Panasonic 64眼微波爐 低溫水蒸氣能夠智慧的烹調健康的輸肥料理 省食省力又美味 還有這個翡翠海鮮羹 做羹湯時我們最擔心受熱不均 底部燒焦的狀況 而且還得依序放入各種食材 相當費時 64眼紅外線能夠偵測食材溫度 讓我們能夠一次性將食材全部放進去 不用擔心加熱不均 在料理過程當中可以放心的去做其他事 讓我們不是大廚也能輕鬆做大菜 最後提醒大家 微波爐的清潔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只要按下便利工具 保養就可以看見爐內 爐內頂部除臭 清洗排水 檸檬酸清洗 四種自動保養功能 清潔更輕鬆哦 今天晚餐做好了 明天晚餐要吃什麼呢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